如果說柴油引擎是SUV車型的救贖的話 那各位對CX-5有興趣的消費者們 你們的救贖來了 今天我們試駕的是 馬自達CX-5 Skyactiv-D柴油車型 柴油車型我們先來看它的售價 因為現在日元匯率比較低的關係 所以它的預估售價大概會在140萬元以內 它的汽油車型也會因應這個價格向下做一些修正 那我們來看它在外觀上面的一些不同 其實最主要的差別就是在這個19吋的鋁圈 那除了19吋的鋁圈之外呢 它的HID的頭燈也加入了AFS的主動轉向功能 那因為AWD車型 可能有一些車主有輕度越野的需求 所以它在外觀的配色上面採用了一個雙色的處理 尤其是車身下半部它是一個霧黑塑料件 可以避免一些在越野的時候造成的刮傷 那看完外觀之後呢 我們再來看看它的內裝配備 如果你期望140萬的內裝可以讓你感受到高級感跟豪華感的話 那CX-5在這個方面恐怕沒有辦法滿足你 雖然說它還努力的用了一個黑色鋼琴木的烤漆飾板橫桿其中 然後呢在這個門板上以及排檔座兩邊也有一個類金屬的飾條 不過呢它整體的高級感並不是用這個內裝的一些設計 或是一些飾板來呈現 而是在它的配備的豐富度上面 首先我們可以看到中控台有一個非常大的液晶螢幕 這個液晶螢幕呢它整合了你的音響系統 甚至是還有原廠配置的衛星導航 然後在這個螢幕之外呢 它在這邊其實它也有非常多的一個主被動安全的科技配備 包含之前汽油車型的就有了這個盲點警示系統 那柴油車型呢甚至還導入了一個車道偏離的警示系統 那我們剛剛在路上有稍微試了一下這個車道偏離的警示系統 我覺得它非常貼心而且非常人性化的一面是 如果你個人的駕駛習慣非常不好 在路上會打方向盤然後不打方向燈 或者是可能有一些突發的狀況 比如說摩托車靠的比較近一點 你在做閃避的動作的時候 它其實並不會一直逼逼叫 一直提醒你說你偏移車道 其實不會它必須是你在正常的駕駛情況下方向盤放鬆 然後你慢慢的不小心偏移的車道 它才會發出嗶嗶的警示聲 所以這個可以降低一些台北市這種人多 然後車多的一個這種一直警示你的一個困擾 那另外一點它有一個八項的駕駛座椅 那這個駕駛座椅我們剛剛這樣一路這樣開起來 它在腰靠的部分提供了不錯的支撐性 不過也是一個比較可惜的地方 就是它的這個椅墊的距離稍微短了一些 所以在你長途駕乘的時候 可能腿部的支撐性會有些不足 那整體而言它的價格其實就堆疊在它的配備上面 那整個在內裝的用料上面 其實是還需要有一些加強的部分 我們現在來看CX-5 在對於這個乘客的體貼度上面做了些什麼樣的表現 首先我們坐在後座的時候 你第一個感受到的是它的整個挑高的車室 像我的身材坐進來 其實我完全沒有感受到頭部的壓迫感 這一點讓我覺得非常滿意 那這個頭部的壓迫感沒有這麼高的原因 其實有一部分是來自於它這個後車窗的設計 它有點像是遊覽車那種方方正正的很大型 就是傳統SUV的設計 不像現在很多車型為了它可能外觀的流線造型 或是想要一個營造跑裡的感覺 它的車窗是做一個下斜的部分 那樣子就會對後座乘客造成非常大的一個壓迫感 其次它的這個腿部空間表現還不錯 前面現在已經是我的駕駛姿勢 你可以看到我在後部的腿部空間其實是還相當充裕的 那在椅子的乘坐乘式性上面只有一個缺點 就是它的椅背稍微直了一些 所以你坐在後座的時候你會感覺 在背部上面有一些比較硬挺的力道支撐著你 沒有辦法一個很舒適的姿勢坐在後座 那另外一個缺點就是它因為這個AWD車型的關係 你中間為了容納船動軸 所以它在後座底板的平整度上面 可能不像其他車款來的那麼的好 那對中央這一位成員來說 那它的腳也必須頹開開的放 那在整個椅子的乘式性上面 它採用了一個這個424分離的設計 也就是說它除了在乘坐上面之外 你在置物空間上面 如果你只是要放一個長型的物體 你可以把中間的這一塊頭枕 這一個椅子降下來 然後可以讓長型的物體穿過去 那整個後座椅它在打平之後 跟行李箱連成一起 也有1560公升的一個行李箱的容積 整體來講是非常的大 而且我們剛剛已經試過它打下來之後 它其實後座跟行李箱的整個平整度 是非常的棒 那在你置物以及這個乘坐之間的 彈性需求都可以讓你自己去搭配 我們先來看這個Sky Active B 這具柴油引擎的動力輸出的數據 它擁有175P的最大馬力 扭力部分呢特別驚人 是42.8公斤米 而且在2000轉的時候就可以全速的爆發 所以常常很多人就會覺得說 我一年開不到多少車 我為什麼一定要買柴油引擎呢 其實這個理論你放在一般的房車上面 似乎是說得過去 但是因為休旅車它本身的車身重心比較重 然後這個車身的重量比較高 所以呢在這個走走停停的市區 甚至是一般我們在郊區的爬坡路端上面 其實大扭力是非常的實用 那柴油引擎跟汽油引擎比起來 在休旅車上面似乎我們會覺得說 在實用方面會比你在汽油引擎的這種所謂的 我省下來的購車預算上面 會來得更加的適合一般的休旅車的車主 那我們在剛剛開上來的這個路段上 其實我們也碰到了很多汽油車在前面 那柴油引擎最大的優勢就是 你油門輕輕踩 不管前面的坡多大或是怎麼樣 就是一個有意義的感覺 那另外一點我要提的是 它這具六速的變速箱 其實它反應非常的快 而且非常的直接 我們現在把它換到手拍模式 然後我們開始在乘路上進行一個 進退檔的操架 我前方碰到滿車的車檔 馬上就退了 它整個反應其實是非常的直接的 馬上就退了 在這個排檔頭都還沒有彈回來之前 它其實就已經完成了進退檔的動作 不過這種車其實也不太需要用到手拍模式 不過它整體的這個換檔效率跟它的反應其實都非常快 那除了這個之外呢 我們來談談它的整個操控跟轉向的一個表現 那這部車呢原廠其實非常有誠意 配了一個19吋的胎圈 那在對一般SUV我們上面看到可能17甚至18 究竟非常了不起 那它配到了一個19吋 所以整個的抓地 加上它是4WD 全是四輪驅動車型的關係 所以在彎道中的穩定度是OK的 然後整個懸吊的反應其實直升性相當充足 在整個抗機質的這個側輕的表現上面 其實也都還在預料之中的水準 那唯一比較美中不足的是 如果你車上載滿了家人的話 那這個稍微明顯的路感 我們現在壓帽也是 這個感覺 這個感覺可能也都會明確的傳到車室內 所以在舒適度的表現上面 可能會比一般其他的車型來講 稍微會弱一些 但是其實它整體的操控反應這些東西 其實都是在水準之上 一百三十幾萬買Mazda CX-5柴油車型 我不知道這樣的價格對各位觀眾 你們的接受度在哪裡 不過它的價格雖然高 但是因為它是進口車型 加上它的主被動配備相當的豐富 甚至舒適性配備也相當的全面 最重要的一點 它還有一具耐操有力的柴油引擎 綜合以上這些東西來講 這部車的CP值到底在哪裡 就需要大家好好思考一下